大家看我这一颗盆栽的三角梅 长得是非常的夸张 叶片又大 枝条又粗 原因就是在开春的时候 给它使用了两次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因为这种芝麻饼肥 它的肥效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有机制非常丰富 能让这个土壤疏松透气 根系又长得好 枝条叶片又长得粗 所以说三角梅在生长期 我们最好给它使用一两次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就可以让它枝反叶茫 那么现在由于这些枝条长得太多太粗 过于凌乱 所以打算给它做一次大的修剪 这个时候我给它做修剪的话 主要是把它剪平 不要给它长得过大 因为给它长得过大的话 后期会影响到它长一些分支出来 分支越少 后期它开花就会越少 好 基本就是剪成这种状态 大家看现在整个株形都比较饱满 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 它就会从旁边的这些侧枝长一些侧芽出来 那么到时整个株形就会更加的大 更加的饱满 所以我们的三角梅生长得过于旺盛的话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修剪 不要给它长得太大 不要给它长得太过于凌乱 到后期开花就会更加的漂亮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的